全油管最快新闻 央广网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呼和浩特市进行21天督察 发现垃圾违法倾倒问题突出 垃圾随意倾倒 占用耕地草的 凋治严重环境污染 群众反应强烈 呼和浩特市虚加大环保力度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政府应当重视此问题 加强督导监督保护生态环境 维护市民健康权益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